我们来介绍出生统计 出生统计我们要介绍的有出出生率 一般生育率 年龄别生育率 总生育率 以及毛繁殖率 那在看出生统计的介绍之前呢 我们先针对相关名词来做介绍 那我们在这个统计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名词 那我们在这边先跟各位同学来做一个定义 如果各位同学有看到活产这个名词的话 活产它是指胎儿完全离开母体的时候呢 仍然具有生命真相 那生命真相大家应该知道 Vital Sign嘛 大家是很熟悉的 所以说呢 胎儿完全离开母体的时候 它的Vital Sign OK 是有Vital Sign的 那我们这个就是称之为这个活产 那育龄妇女呢 育龄妇女它就是指15到49岁的妇女 那我们这个是育龄妇女 那年终总人口数呢 当我们的这个统计内容当中有提到这个年终总人口数的时候 那年终总人口数可以有两种定义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指该年7月1日的人口数 就是贩子7月1号的人口数来做一个这个统计 或者是说呢 前一年的年底的总人口数 与该年年底总人口数相加之后呢 除以2就是该年的年终人口数 所以说年终人口数的计算上面 有些人使用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介绍常见的出生统计 首先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出出生率 出出生率呢 它就是指一年之内呢 某一个地区 它每1000个年终人口的出生活产数 它是很粗略的来呈现出生的情形 所以呢 出出生率它的分子就是一年内的活产总数 那分母呢 就是该年的年终总人口数 然后乘以1000 因为呢 它会希望是每1000个人有多少的这个比率 那来呈现 所以呢 我们就是最后来乘以1000 那出出生率 它最主要就是用来了解一个国家 或者是地区的人口出生概况 所以说呢 它只是了解人口出生的概况 大概的情况 那它的优点呢 优点就是什么 计算很简单 我们刚看到它的计算 其实两个数值就可以了 所以计算很简单 但是缺点 缺点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说跟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的人口结构不同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跟他们来做比较 那用出出生率就会失去比较的意义了 因为人口结构的不同 那当然就会导致出生的情形不同 因此出出生率 它是比较不适合用来做 做不同地区的一个比较 它只是怎么样 粗略的来了解 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人口概况而已 做比较的话呢 跟其他地区来做比较的话呢 就比较不适合了 我们来看出出生率的计算范例 大人社区2003年总人口数是24000人 那该年的火产婴儿数是72人 那就要请问咯 大人社区2013年的出出生率是多少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式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分母就是该年的总人口数 或者是所谓的年终人口数是24000人 那分子呢 分子的部分就是什么 该年的火产婴儿数 那该年的火产婴儿数是72 所以呢72来除以24000人 然后呢出出生率 因为它是一个千分率 因此我们就是在乘以1000 它是用每1000个人来做描述 所以我们就是乘以1000 那之后呢 得到的答案就是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出出生率 出出生率 好 那一般生育率呢 一般生育率GFR 一般生育率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年内的活产总数 与该地区该年年终育林妇女总数的千分比 好 该年育林 好 该年年终育林妇女总数的千分比 那所以说呢 一般生育率 它的公式就是分母是该年年终的育林妇女总数 那分子呢 分子就是一年内的活产总数 那它同样是希望是用每1000个人来做描述 所以就是乘以1000 好 一般生育率 它也是粗略的反映 生育年龄妇女生育活产儿的可能性 那它也是很粗略的来反映的 那一般生育率的计算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2013年 大人社区的育林妇女总数是一万1000个人 那该年的活产婴儿总数是72人 那请问大人社区的一般生育率会是多少 我们同样的根据公式来看 这个分母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社区 它的该年的育林妇女总数 那在这里是一万1000人 那分子呢 分子就是活产婴儿总数是72人 所以呢 我们就是用72来除以一万1000人 那因为呢 这个一般生育率它是千分率 所以我们再来乘以1000 那所得到的答案就是千分之6.55 所以说呢 在这个计算题当中呢 这个一般生育率就是千分之6.55 那至于年龄别生育率呢 AFR 这个年龄别生育率 那它就是有特别的针对 这个某一个年龄别来进行探讨 那我们来看 一般一个地区在某一年内的某一个年龄层的妇女 他全年所生的活婴总数 与该年该地区该年龄层的妇女总数的千分比 就是年龄别生育率 那所以说呢 它的公式我们用公式来看 可能会更清楚 那年龄别生育率的公式 分母的部分 就是什么 该年 该年龄层的妇女总数 那分子呢 就是在这一年内 这个年龄层的妇女 他所生产的活产数 所以他有限定是某一个年龄层 探讨是某一个年龄层 那因为它是千分比 所以我们最后就乘以一千 那年龄别生育率 他可以用来推算家庭计划的重点所在 那通常呢 是以五岁为一个年龄主据 我们来看它的计算范例 2013年大人社区35到39岁的育龄妇女总共有八千人 那该年龄层妇女所产的活婴总共是有什么 40名 那请问大人社区35到39岁 妇女年龄别的生育率是多少 那因为这边限定的是什么 35到39岁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针对35到39岁的年龄别生育率来看 那分母的部分就是35到39岁的育龄妇女总共是八千人 那分子呢 分子就是这八千名的妇女 这一个社区 这一个年龄层的妇女 她所产的婴儿总数是40个 所以说呢 40来除以八千 那因为是千分率 所以说呢 再乘以一千 因此得到的答案就是千分之五 那千分之五呢 它就是指35到39岁的年龄别生育率 也就是说35到39岁的妇女 他们的一个生育的情形是千分之五 那刚刚有提到年龄别生育率 他可以看 他可以探讨不同年龄层的一个生育状况 可以作为什么 家庭计划的参考 因为如果说这个一位社区卫生护理人员的话 他发现到什么 他这个社区的什么 15到19岁的这个年龄别生育率 远高于全国其他社区的话 那他就要注意咯 因为大家知道 15到19岁生产的话 这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妇女来讲 其实身体啊 心理啊 整个社会都有蛮大的影响 因此如果一个社区卫生护士 发现到自己这个社区的15到19岁的年龄别生育率 特别高的时候 那么这个社区卫生护士 他在妇幼卫生的部分 可能就要特别加强在什么 15到19岁的妇女 他们避孕措施的提供了 避孕措施的教导了 以免15到19岁的年龄别生育率 特别的高 所以说呢 我们才讲年龄别生育率 他是可以去做为什么 不同年龄层 妇女 他们在生育上面的一个 一个计划的探讨 又例如假设 40岁到45岁 或者是说 4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别生育率 在这个社区也特别高的话呢 那这样子 请问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 这个社区卫生护士 发现到自己这个社区的 45岁以上的年龄别生育率 特别高 比其他都还要高 那请问各位社区卫生护士 社区卫生护理师 那请问 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计划 大家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同学想到的呢 老师认为 当然45岁以上在生育的话呢 可能着重点就是在什么 优生保健的计划了 就是优生保健 那因为45岁以上的妇女 可能很多的一些因素啦 那如果说生产 生产情形还是很高的话呢 那就要特别注意 所生产出来的孩子 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些 这个小小baby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要有良好的小baby的健康状况的话 这些这个这些45岁以上的妇女 他们可能什么 在优生保健上面 他们自己身心的一个调整 他们在怀孕前的这个优生保健 就要特别加强 那所以说呢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 不同的年龄别生育率 来探讨什么 自己这个社区 不同的年龄层的生育情形 然后呢 再加以给予什么 特别的一些卫生计划 那这个是35到39岁年龄别生育率 那我们所做的一个计算范例的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总生育率TFR 那总生育率呢 它就是指每一千位育龄妇女的平均活产数目 这是每一千位 好 所以说呢 总生育率的总生育率的这个计算公式呢 我们可以用各年龄主据的年数 来乘以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 那总生育率呢 它可以了解各个地区的真正的生育能力 另外呢 总生育率 它也可以用来评估各个国家未来人口增加的潜能 另外 总生育率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卫生水准和社会福利的敏感指标 这个是总生育率 它所代表的意义 好 我们来看总生育率它的一个计算 第一个范例 2013年大人社区各个年龄别生育率 那是在这个表当中来呈现 那我们要透过这个表来算出什么 来算出这个社区的总生育率 总生育率 那总生育率 总生育率呢 刚刚我们透过那个公式 有看到是什么 是我们的生育 这个年龄的 这个生育率 它的这个年龄的主据 在这个表当中呢 每一组 每一个年龄层 每一个年龄层的主据是几岁 5岁嘛 每一个年龄层 每一个年龄层都是5岁 所以说呢 总生育率就是用5来乘以 各个年龄层的生育率 各个年龄层的生育率 所以呢 15到19岁的生育率是千分之六 那20到24岁的 这个年龄别生育率是千分之十 以此类推 我们把这些年龄别生育率 把它加起来之后呢 来乘以 主据5 那这个最后所得到的就是 总生育率 是千分之两百六十 这个是第一种计算方式 至于总生育率的第二种计算方式呢 这个就要特别的注意 刚刚那个例子 是每一个年龄层的主据都相同 都是5岁 但是请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一个例子 它的每一个年龄层的主据一不一样 不太一样吧 那这样子难道就不能够算总生育率了吗 当然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个别的算法来算 也就是说呢 自己这个年龄层的主据来乘以什么 这一个年龄层的年龄别生育率 好 那所以说呢 像是15到20 15到20岁的话呢 他的这个主据 这个年龄层的主据就是6 就是6岁 6 那我们就用6来乘以什么 乘以这一个年龄别的生育率是什么 千分之4 好 那然后再加上什么 21到30岁的这一个 21到30岁的这个年龄主据呢 是10岁 所以我们用10来乘以 21到30岁的年龄别生育率是15 所以说就是15乘以10 好 那依此类推一直到46到49岁 他的年龄主据是4 那年龄别生育率是千分之1 那我们就可以用1来乘以4 好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年龄别通通总加起来 计算出来的 这个通通总加起来之后呢 就是总生育率 那我们的答案就是千分之288 好 那这个是总生育率的第二种算法 接下来呢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毛繁殖率 毛繁殖率就是GRR 那毛繁殖率是指什么 毛繁殖率是指妇女群活到育龄期结束的什么 平均所生女儿数 为什么要探讨女儿数 因为女生才可以生产 那我们想要看看这个生产的一个情况 粗略的来看一下这个生产的状况 所以说呢如果一个妇女他又生了一个女生 那这个女生以后还会再生嘛 那如果是生男生 男生就不会生 那所以说我们就不探讨男生男生的数目 我们是生 我们是探讨什么 这个妇女生女生的数目 因为有生女生 这个女儿才可以又再生嘛 那所以说呢 那这个是毛繁殖率 我们是探讨这个生女生的数目 那毛繁殖率 它的公式是等于分母的部分是出生总数 那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出生总数当中生出女生的 生出女婴的这个数目 然后呢 再来乘以总生育率 再来乘以总生育率 这个就是毛繁殖率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计算范例 毛繁殖率的计算范例 2013年 大人社区的国产婴儿总数是72个 那其中呢 女婴出生是34位 那该年的总生育率是 千分之260 那请问呢 该社区2013年的毛繁殖率是多少 那我们根据刚刚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 那这个活婴总数是72 那72里面就包含什么 男生跟女生 那我们要针对什么 女生来做计算 所以说呢 女生34个 我们就用34来除以72 那这个该年的总生育率是 千分之260 所以我们再来乘以千分之260之后呢 就得到了千分之122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社区2013年的毛繁殖率 所以我们再来试试试试试试